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 我们今天主要去讲两个话题 第一个是关于Panetwork现在在民间市场的一个交易过程 那在交易的时候会采用了哪些方式进行交易 那么大家去囤币是采用了哪些方法或者方式去囤了这个币 那好 第二个话题还是关于Panetwork现在的一个价格的走向 那么比较趋向于单一化 那么这种呢是一个畸形的变化 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去进行改变 那么这一切要来源于和项目方之间的一个博弈 或者说是在项目方在未来的一个走势过程当中 它如何去操作 那么它如何去走向会直接影响到派币的一个多样性 那么现在派呢太过于单一 它的价格就是一味的上涨 所以说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这一点 那好 我们先去讲一下关于派币的一个交易 在派币的一个交易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Panetwork的项目方一直都在讲说 派币的交易是不合规的 是不符合这个社区准则的 那么呢我们在这两天的一个节目当中做了之后 有很多的派友进行向我去进行咨询 那么并且有非常多的中文区呢 他们也去考虑说要去囤币 那么在囤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首先是自己的一个账号是没有进行KYC的 那么或者说过完KYC之后它是卡着的 想去囤呢但是没有办法去囤 那么目前呢我们看见的是有很多的币商 中国区的币商是建议大家 你们没有人可以囤在商城里面 比如说像囤在PiChemore 来个库买或通过Pi的WeChat 就是说这个类似于微信的这个软件去进行囤 那暂时在我这边来看的话 就是说在这些第三方的这个手里面去囤的话 它肯定还是说存在这个币没有到达自己的一个手里面 因为我们考虑的囤币的时候还是要说你的拥有权和所有权 以及你的这个币的使用权要在你的手里面 如果说你囤在这个商城里面的话 它可能就是说你只是存在里面 但是它这个钱呢是没有落到你的钱包里面的 所以说这里面呢是有一定的风险 其实说白了在现在的整个的一个派币的民间市场交易当中 它都会存在非常多的一个潜在风险的 而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胆量 或者说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承受风险的一点 就建议不要去这样操作 就按照项目方的按部就班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 项目方说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项目方说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就不要考虑说我又要安全的情况下 违背项目方的意愿去把鼻囤了 这种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在整个囤币过程当中呢 我们首先摆正的第一点就是关于自己的心态 你有没有能力去驾驭自己的心态 有没有能力去驾驭这样风险 即便是说风险到来之后 以后出现问题之后 你有没有能力去承受它 那么你的这个心理建设有没有完成 如果说没有完成 不建议大家去囤币 因为囤币本来讲 它就是违背项目方的这个意愿的 那好 这就关于这一点了 那么再说现在的一个交易过程 派币现在的一个交易 在民间市场的交易 交易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币的一个交易有两种 第一种呢 我们知道的是比较粗 这里 它第一种交易呢 是我们是点对点的交易 你有一个钱包账户 比如说你已经有了一个钱包 好 我们先把钱包写出来 你有了钱包之后呢 别人有这个转给你 比如说有个A 他想你的这个钱包里面 你是币 他直接把钱 这个派币转到你钱包里面 然后呢 你把钱啊 你的这个法币呢 就是通过 比如说你的微信 或者支付宝 或者说你的paper 或者说你的通过交易所里面啊 转到这个A名下的一个 他的这个接收法币 或者USTD的地方去 就像你就转给他 其实这一项交易啊 就完成了 这是比较简单一种 就是你已经拥有了Panetwork钱包 那么你们的交易啊 就是这样的 那在这个派的这个里面去啊 在这个派的区块链流量系里面 他能看见什么 他能看到就是这一块 比如说派的交易啊 他能看到你的 这个A的钱包 转到这个B的钱包里面去了 就说A B之间 他会留在区块链里面啊 比如说你的这个USDT 或者你的法币 或者说你的其他的这种支付宝 paypal等等的 转到这个啊 A名下的一些 这个钱包的话 那么他是不会记录在区块链里面 首先这一点要理清楚 因为在这两天呢 有很多的派友就在问我这个问题啊 他说A每个派币呢 他都有一个代码 都可以在区块链上面进行查询 所以说就怕我们这买卖行为 被项目方给察觉 那其实这种 我们在进行派币的一个交易 或者买卖过程中的项目方 他只能查询到这个B是从哪个前方 到哪个前方呢 他不能查到你背后是交易的是什么东西 你交易的到底是服务 交易的到底是商品交易的还是说是USDT 他其实是查不到的 他只知道说有一个这个动作 所以说我们理清楚哈 把这个颜色给大家区分一下 就是派币的一个交易过程中呢 他只知道说A钱包转到B钱包里面 转到多少个币 那么也知道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 这个你的钱包里面的数量 但是他就不知道你下面的啊 一些你们下面的私下的一些操作 好这是第一种交易方式 那么再去看一下第二种的交易方式 第二种的交易方式呢 就是说你没有钱包 没有钱包之后呢 我们可以采用的是啊 比如说你要进行第二种交易 就是来源于你去买 比如说这个是你 你还是币是吧 你是币 那么你去买东南亚的钱包 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啊 比如说菲律宾的 比如说缅甸的钱包 好OK 我们先去这样把它写出来 你把这个钱包给买到之后呢 它就是属于你的 但它的钱包本身哈 这个它其实也并不是叫钱包 它叫做一个账号 那么这个账号呢 它买到之后呢 它是通过KYC的 通过KYC之后 你拿到最后 KYC之后 你就会去设置你个人的钱包 这个钱包呢 设置之后 注记词或者说这个密码 本身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所以说整个的账号里面呢 身份不是你的 手机号码不是你的 那个账号不是你的 密码也不是你的 但是这个钱包是你设置的 最关键的一步是由你去掌控的 那至于其他呢 你是没有办法的是吧 其他的都是用了去 比如说菲律宾的 或者其他国外的啊 比如说这些人的一些信息 去通过KYC的 那么你拿到这款 你只需要把这个钱包设置好之后 因为它是一个非托管的钱包 那以后你有这个注记词 有这个密码呢 那么它里面的这个 钱包里面的一些资产就属于你的 那当然你又可能会担心 它以后把这个账号给改了 这个找回来了 那怎么办呢 是吧 你要理清楚 你买这个账号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你的本质目的 是买了这个账号之后 再去挖币的话 那当然它改了之后 对你非常非常多的影响 因为这个账号就不属于你了 但是它如果说你买的是一个 以钱包为核心的话 那当然问题就不大 因为它以后把这个账号给找回来之后 它拿到它自己名下之后 它去挖币 那挖完RB之后 它映射 映射完之后 又跑到这个钱包里面去 跑到这个钱包里面去之后 那这个钱包的密钥是由你去掌控的 那它挖币也是帮你挖 所以说这个呢 大家就不太多的去担心这个钱包 会被后面的人去把它给找回 找回之后把它给 给你把这个里面的BIG倒走 因为钱包的密钥是在你的手里面 所以说这一点呢 不用太担心 那么你拿到这个 比如说海外的账号之后 那么这个账号呢 它是通过KYC没有进行映射 你就需要去等待绑定钱包 完了之后把第八步给过了 八步过了之后 你就等到映射 映射完之后好 你这个钱包就可以进行点击点击交易啊 那么这个时刻 我们就找到A 比如说这A是卖这个B的是吧 他们好 OK 他就把它转到你的这个钱包里面 比如说这个海外的账号里面去 那么他就可以转到这个钱包里面 这个钱包里面呢 就是由你去掌控的 就相当于账号是一个傀儡账号 而实际的掌控是由你去掌控它的 那然后你再把这个费用通过其他的方式 转到了这个A的这个名下 转到这里 所以说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 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把理清楚 在目前的在黑市上面的交易案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说你已经拥有了个人的一个钱包 那好 你直接就让他把钱转给你之后 你把你的法币转给他名下的其他的一个钱包里面去 比如说通过USDT的转 是吧 通过支付宝的 那就通过支付宝转 通过PayPal的就通过PayPal转 那所以这之间就是现实际的 Web2和Web3之间切割开的 那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买别人的账号去做 那么因为你自己没有钱包 或者说你担心自己的钱包 在这个交易过程中有什么风险 那你就买一个小号钱包 那么再通过这个小号的钱包进行中转一下 那这个控制人实际上也是你 所以说目前派币的一个交易流程当中 就是这两种 那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去看一下 就是说大家所说的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里给圈了 这个话里我们讲完了 就担心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币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项目方说 我们是在买卖法币 我们再进行交易这个其他加密数字货币 他就要把账号给我们封掉 那么再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我以前也去深思的熟虑的去思考过 也去调查过其他的加密数字货币的 这种点对点的交易 那么我发现呢 项目方的这种 它是不可控的 项目方只是说 把它的一个官方立场表明 我们不能去进行这个私下的一个买卖 但是他是没有办法去监测你 或者说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在派的一个交易过程当中 现在派的项目方支持大家去进行商业化的一个交易 那么商业化的交易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进行异货 就是大家以前比较考虑要多的是异货 那么异货的过程当中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异货就是我们的物质是可以进行交易的 那么第二种 这是第一种 好吧 那么再看第二种是什么 第二种是去进行服务 服务是什么东西 服务是看不到摸不到的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什么 比如说你去帮别人装一个电脑 那么别人有电脑 你只是提供劳动力 那比如说你去帮别人按摩一下 那么也是提供劳动力 你比如说帮别人进行心理疏导 那好 这也是服务 所以说这是第二种 那么这也是项目方支持的 那么好 还有没有第三种 那么当然就目前可以看到了 就是异货服务 这两种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知道的是 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 我跟你的关系好 我可不可以选择赠送给你呢 如果说我们赠送币给你的朋友 赠送币给你的亲戚 如果说项目方都要管他说 你这个我就要封你号 你赠送币给别人 我就要封你号的话 那么这是不是有点过了 这是所有的区块链里面 所有的项目里面 或者说现在的现实社会法律里面 都没有说是我送别人东西 你就要把我给枪毙了 或者说我犯了哪条王法了 没有这种说法 所以说赠送的这种可能性呢 它也是包含项目方是觉得是可以做的 那好 所以说现在呢 项目方唯一说的是不能进行什么 进行我们的线上的进行转换成法币 所以说它不能的是法币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给变成就要去转法币呢 你当然名字说 你说项目方 我现在就是搞的是 这个我就要买卖法币 我这笔单子就是买卖法币 那项目方不封你封谁啊 你明目张台在他面前说 但是有谁会去明目张台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吧 那我们这里面呢都有一个潜规则 就是说什么意思 那你再去进行买卖 买卖项目方是允许的 你是买卖服务项目方允许 你征送也是允许的 那好 我们现在进行法币的一个交易过程 我们只是说看 这相当于是类似于是法律条款的那种去讲 好吧 那比如说现在还是A和B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比喻 A和B A是呢是卖币的 它是卖方 B呢是买方 好 那么现在出现了派币进行共同的去交易 那怎么办 他们要继续进行交易 是吧 比如说A 他把这个派币呢转向了B 那这个东西 这笔单子里面 它会显示在派的区块链连接上面去 那显示在区块链连接上去之后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说 至于下面你们是提供什么服务 区块链连接会不会记录你们的服务 他答案是不会的 答案是不会的 所以说你在把A的钱包里面的派币转到B里面 区块链浏览器只会记录你们转了几个币 比如说是十个派币 那他只会记录A转到B里面有十个派币 他不会记录你里面是干了哪些 我提供什么服务 我正说什么东西 我或者抑惑 是吧 那所以中间呢就有一定的可操作空间 那如果说项目方就要抓住你不放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跟他聊 我说哎 我这边就是提供了服务 这个什么服务啊 就是别人给我提供了一个心理咨询啊 那行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在区块链里面根本就没有周一说法 项目方还要问 哎你们这个笔买卖是怎么 怎么可能来去盯着你这笔买卖 那区块链里面就是以代码为准则 那代码为准则就说你这笔交易完了之后 只要是合法的写在区块链上面 那就那么就完了 这笔交易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这就是点对点的一个交易过程 至于是后面的 他要去叫你说 你这个是不是医护啊 是不是服务啊 是不是证书啊 他根本就压根就不会管你 那基本上说管你之后 你就告诉他 我这个是提供了服务就完了 那么所以说 这个A里面把钱转到B里面的是派币 那么B里面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钱转到这个A里面 当然你这个里面不是说通过这个派币的钱 而是通过其他的 比如说刚才讲的时候 Paper或者说你的支付宝微信 或者说USDT 所以说这里面的这一切呢 是切割开的 因为网络里面的派网络和其他的网络之间 他们并没有并在一起 知道吧 所以说这里面现在就出现了这种状况 就是不会造成你的影响 当然有没有可能去监测到你有买卖派币的一个嫌疑 当然是有的 比如说B去大量的收购派币 有C也会卖派币跟B 有D也卖派币跟D 那所有人都把他的派币指向了币的地址 而且币的地址是大量的非常多的 那这种可能就会引起项目方的一个注意了 所以说我们在囤币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去考虑到我们的一个合理性 那么我们囤过少量的币 大概问题是不大的 你要说你动不动囤过几万个 十万个十几万个 那有人在后台就问我 他就说他想囤个十几万个币 那么像这种一个账号里面 就囤那么多币的话 这种就是风险比较大了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你要去收购币的情况下 大量收购的情况下 也是说进行不同的钱包 去收购比较多的币 那么然后你呢就操控着非常非常多的钱包 就像这里一样的 比他买的东南亚钱包是吧 他又再买一个马来西亚的钱包 再去买个越南的钱包 再买个其他地区的钱包 那么他有非常多的钱包 他都是属于这个人的 那么他前面控制了非常多的小号 而这里面呢 人们就把这个钱卖在不同的地址里面去 然后他就拥有了足够多的币量 但是他分散在不同的钱包里面 这种呢在项目方看来 他是没有办法去追踪他的 在区块链上面 每笔单子他都有一个具体的去向 但是尼古拉斯博士 他不可能每笔单子 这么小量的单子 合理的单子 他不可能去进行追究你的 而且以后Pineitwork 他绝对会支持点对点的交易 也去支持大家去换法币的 如果说派币 他不支持换法币的这种状况来讲 你说派币他就是钱 那他这种说法 可以这样讲派币是钱 但是钱他也得有汇率啊 是吧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方式 是不是就是一个汇率的变化 所以说从这一点讲的话 现在从买币的过程当中呢 是没有问题的 在我看来是问题不大的 当然你说的这个买量大量的币 有一个地址去买的话 这个会引起项目方的一个监测 当然你说这种过程当中有没有潜在风险 我告诉你了 依然有风险 因为项目方跟你讲了说 就是不能是吧 他就是不能进行法币的转换 那你就也明目照亮去做 那肯定就是不行的了 所以在这里面的一些潜规则 大家还是分清楚 我们做就只能悄悄悄的做 不能在项目方的这里明目照亮说 我就要这样搞 你把拿我没办法 拿我没折 那这不是就是没事找事吗 所以说也要去扶项目方 乖乖的在项目方面前去臣服他 然后你该做什么事的做什么事 项目方也是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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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睁 他把这个民间市场 这个买卖派币的行为砸死了 这个Pine Network项目方很难起来的 那好 我们再去讲一下这个关于派币的一个价格 派币价格现在的一个畸形 因为派币现在的目前价格呢 我们知道 它是从刚刚开始的时候 非常非常低的价格 0.00几的一个美元的一个价格 现在涨成0.4几的一个价格 大概是0.43几了吧 现在的价格和上次比又不一样的 大概是0.434左右吧 或者说多一点或者说少一点 那么这个是由市场去固定的 这个是由卖方的去 现在的价格是这么多 当然有人说 那收币是不是这个价格 人家肯定要赚钱 收币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现在目前派币的价格到底是由谁去掌控的呢 我们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后面 它一直都是在涨 从来没跌过 所以说它背后呢 应该是有人在去操控它的 那么派币为什么现在一直在涨 它不去跌下去呢 那么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就是有人去操控它 让它去涨下去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它自然而然涨 派币呢 它就会越来越涨 直到涨到314159 那么好 这里面呢 我们先不排除说 PiNetwork是有人去掌控的 因为派从现在为止哈 它是一直都是跌的少 涨到多 直到现在涨成破了0.43美元了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派币的一个 在民间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往上涨的 那么在往上涨呢 它就不符合一个正常的一个币种的一个汇率也好 或者说正常一个币种的涨率也好 那么没有哪款币种 它是只涨不跌的 所以说这就是派币价格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它这个单一性 它只会涨 它不会跌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问题呢 这里面当然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是来源于这个市场太好 于去操控了 被背后的这部分 比如说卖币的人 他们很好去把这个市场给操控 他该涨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的下限 你们这些出币的就要涨 当然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他们没有人去操控 这是一个无形的市场 因为那些低价格的币 比如说以前我告诉大家0.4的币 是吧 0.3的币 比如说还有0.2的币 那么这些币 他比如说0.2的人已经买完了 他们没有在币再卖了 0.3的也买完了 0.4也买完了 那么现在只有0.43的人才去卖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币就不断不断的上升 那么随着这些低共识的人 他们的币慢慢慢慢的再去收割掉 就把他们全部给 比如说有一个大富 那么他们慢慢的把这些币吃掉 那么他把这些币吃掉之后 全部到了他这个账户里面 当然他是有很多的账户去收这些币 那么收完这些币之后 当然他控制着市场 他发现现在收0.4才能收到的 那行 我把这个价格挂了高一点 0.41再去卖出去 那么好 他发现后面0.4的收不了 也只有0.5的币了之后 是吧 比如说0.5的 他就会按照后面 不管说他有多少币 比如他有1亿个 他不会管你 他以前的1亿个币的成本 他只会管现在他收的成本 现在的收的成本是0.5了 那我就挂0.5一买出去 所以说他永远是要高于现在收的价格去买的 所以说前期的这些大富 那么真正有能力去买到非常非常多币的这些大富的话 他们其实就有操控市场的一个条件 那么他们就会推动着这个市场去上涨 那现在推动这个市场上涨 人民就说他没有下跌的空间吗 当然是有 比如说大家映射币比较多了之后 大家要急于去卖的时候 但是他有多少这种便宜币 他有吃多少的时候 他有足够多的钱 有足够多的资金去吃这些便宜的币的时候 他就会推动他上涨 因为就由他来控盘了 那么真正的意义的是 如果说以后要想这个币跌下是怎么办 跌下之后是派把这个蜂蜜市主要打开之后 由真正的市场化之后 比如说他在收币 也有其他人在收币 那么其他人想他挣更多钱 他怎么办呢 那OK 他先把币给 把这个派币给砸下来 他有一个 而这个人比如说有五亿枚 五亿枚他就把这个市场给砸烂 砸烂了之后 他币价就往下跌 比如说他以 你要0.5吃币是吧 那行 我就0.4卖 那OK 你吃不完我这五亿枚币的时候 你也跟着只有把这个币下来 下来之后 所以说币砸到一定的阶段之后 然后他再把它给收购回来 所以说这就是在市场化 那么真正意义的市场化 完全打开的话 我认为是在Pineinterwork 完全公开性的主要的时候 那么在由市场上的人去操作的 而目前派 在做派币交易的过程 或者在做派币 进行黑市流通的过程当中 这些人群是比较单一 或者说这些人群是比较统一的 大家的意识形态是比较一致的 都是要想推动派币上涨 所以说这个我们就会把它排除掉 就没有这个 就大概率的 当然不是一个人 这是一群人 他们的意识比较统一 都是要去推动派币去进行上涨的 要真的以后去进行有下跌的可能 或者有市场化的一个可能的时候 必须是等他进行公开性的组网 所以说派币目前 它的价格走势是非常畸形的 是单向的上涨 所以说如果说Pineinterwork 一天不上组网的话 那么派币的价格就会一点一点的推上去 那么推上去的时候 它不是管项目方做多少事情 也不是管项目方 这个项目能不能值这么多钱 而是单纯的靠 这部分意识形态相同的人 去把它给推动起来的 所以说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这一点 好 这样就关于今天要去给大家分享的 整个的一个派币的价格的单一性 和派币交易的一个过程 那么当然这里面可能跟大家画的比较乱 所以说大家可能有的没有理解清楚 那我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派币目前交易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钱包 有钱包的这个情况下 点对点的进行交易 那么交易完之后 我们在个人的一个私下的一个 比如说法币的一些进行转换 那么转换成派币 那么第二种就是说 你不想通过自己的自身钱包 你就会通过比如说国外的钱包 自己的小号来进行派币的交易 那好这是关于在交易的 那关于法币的法币呢 目前来讲的话 派network项目方告诉了 所有的社区成员 这个派币转换法币呢 它是违规行为 是不符合社区准则的 但是呢 我们这里面呢 可以把它说得过去 只要你在合理范围以为的少量的派币 进行交易呢 那么这项目方是哪里没办法的 那么他不可能把你的这种服务 或者正常的这种给pass掉 那当然你说 从道德的意义来讲话 你说我不能说谎 我这个人出生下来 我就不能说谎 我就是买卖的法币 我就是买卖的法币 我不会向项目方说谎 我也不会向任何人说谎 那好 那你就不能去进行买卖 好吧 你就不能去进行 黑市里面的交易 如果说你不能说谎的话 你就不能在黑市里面交易 那你说项目方 你过来是某一天问了我 你这个派币怎么来的 你说好 我这是交易来了 我是拿法币去给别人兑换了 那好 项目方疯你 那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呢是被我们想象出来的 因为项目方疑过 那是博商 他根本就不可能来问你 你这个派币是怎么来的 好吧 这些有一堆东西 是自己所意想出来的 那好 这就关于这一点 另外就是关于派币的价格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 由一群单独的市场呢 去把它统管起来 然后目前派币的价格是 只会上涨 那么下跌的幅度是非常的小 每次下跌一点点 上涨的时候呢 会上涨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目前 PINETROCK 没有去进行 公开性的组网时代 那么它的价格会越来越高 这里面有一个潜在风险 就是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价格是0.43 那以后派币进行公开性的组网 发现它只有0.1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亏呢 那当然是亏 所以说现在的这价格呢 它不能作为一个参考价格 只是说你认为派币 你觉得它未来是一个机会 它未来价格肯定会高于这个价格 你才去买它 而并不是说 你买到它之后 未来一定会让你挣钱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道理给理清楚 所有的一个加密货币的投资 它也是急剧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的 现在呢派币还不是说 单纯的市场上面呢 币价了涨跌的风险 而存在着 如果说你进行买卖派币的话 它有一个潜在风险 就是说项目方说 我们这个不能进行法币的一个转换 你去做法币的转换 是吧 这些都是风险 那当然你说 你要把所有的风险都杜绝完 之后再去做呢 那不好意思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风险的 只是说这个风险是不是你可控的 或者这个风险 是不是你能够去承受的而已 那好 所以呢今天去给他解释的这个呢 就是把这个原理 或者说现在我们所观察的这些呢 分享给社区里面 当然我都观察了 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观察 也不是做任何的投资与建议 因为派币呢 它确实来讲 它属于加密货币 而且加密货币呢 在任何的投资里面 都属于一个风险比较高的 大家要做好自己的一个认知 大家也要做好自己一个投资策略 再去考虑要不要去囤币 那好 这就今天要去跟大家分享全部内容 以上分享几经事 来源于我个人观点 或者各种看法 不做任何的投资与建议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